5月份已经是夏天,天气逐渐变得闷热,不再适合穿戴斗的大衣。 为了防止进入规则怪谈的时候没带道具,苏荣特意背了个包。 生钱包,从外表上来看和普通钱包没什么两样, 小包里装钱包、手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几乎不会引人怀疑。 周五晚上,他正在食堂吃饭,突然眼前一黑。 在意识消散前的最后一秒,苏荣想的是,还好,没有偷懒不拿包, 不然就麻烦了在一睁眼的时候,他正坐在一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看上去极为普通,只是一间卧室而已。 不过卧室里没有任何东西,看上去是新搬来的。 苏荣眉头一条,站起身打开衣柜。 衣柜里空无一物,他果然是新搬来的。 转头环视了一圈这个房间,很快苏荣就在门上发现了一张规则纸。 欢欣小区居住守则,欢迎您来到欢欣小区居住, 本小区环境优美,居民和睦。 为了保证您的美好生活,请遵守以下规则。 1.本小区一共有7个单元楼,每个单元楼一共12层。 不存在第13层,如果你在乘坐电梯的时候看到有第13层的按钮, 请立刻离开电梯,走楼梯上去。 2.晚上11点后请不要离开房间,没有人会在晚上11点后离开房间。 所以如果你在11点后听到有敲门声,请务必不要开门, 并拨打保安室的电话,他们会待为处理。 3.小区里配备小超市,花园区,健身区,您可以在这些地方休息娱乐。 4.花朵盛开的时候,花园是安全的。 如果您看到花园的花朵枯萎,请迅速离开,并回到房间或前往超市。 5.健身区有许多免费提供的健身器材,健身是有利于身体的。 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在健身的时候说话, 如果有人在您健身的时候与您搭话,请无视他。 6.请不要整天闷在家里,每天至少出来休息三个小时以上,否则对您的身体不好。 7.每天早上我们物业会在房间门口放置白色物资包, 请尽快领走以免被其他人盗取。 8.晚上休息前请把所有垃圾装在物资包里放在门口,我们的人会来收走。 8.如果物资包的颜色是黑色,请迅速联系物业,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内为您替换。 9.物资包里会配备一天所需要的食物和水,里面有感冒药, 如果您感觉不舒服,可以吃一片缓解。 10.如果您没有吃当天的药,请把药片原封不动地留在物资包里,我们会进行回收。 11.小区里的居民有的并不喜欢社交,请不要贸然打扰他们。 但如果有人热情邀请你参加派对,为了不让他们伤心,请愉快地答应。 12.正常人应该有一个脑袋,两条胳膊,两条腿,您不会在本小区看到身体怪异的人。 13.房间钥匙请不要丢失,物业只能在三天后补办。 一共13条规则,错误的规则是1,2,5,9,11,12这6条。 第一条的错误在于,不存在第13层,这是显而易见的错误。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第二条规则,错误之处竟然在最后一句,并拨打保安室的电话,他们会待为处理。 苏荣等以为这条规则被标红的地方应该是前面,没有人会在晚上11点后离开房间。 然而,这句竟然没问题。 也就是说,晚上11点之后敲门的不是人,可能是诡异之类。 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给保安室打电话。 为什么呢?给保安室打电话会发生什么?保安室就是站在哪一边的? 下一个有错误的是第五条规则。 最后一句,请无视他,红的字幕。 在健身区健身的时候,如果有人说话,的确应该不回答,但是无视对方却是错误的做法。 这样说来,或许他应该在不说话的情况下回应对方,第九条规则里的,里面有感冒药,是错误的。 当然这谁都知道,那样能是感冒药才有鬼。 不过,他的确需要探寻一下那种药片到底是什么功能,是不是和他有的那个药片功能一样。 最后第11条规则里面,错误的同样是最后一句话,请愉快地答应。 结合前面那句没有错误的话,就显得很有意思了。 不能让那些人伤心,但是也不能答应他们,又或者其实可以答应他们,只是不能愉快地答应。 重新又捋了一遍规则,苏蓉的目光落在最后一条身上。 在规则怪谈里,时间向来是很重要的线索。 前面几个时间都没什么问题,只有这一条,看上去很有意思。 物业只能在三天后补办,第三天会发生什么吗? 又或者说,这三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三天之后可能是离开的节点,也可能是毁灭的节点。 叹了口气,苏蓉揉了揉眉心,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感觉这个小区的名字好像有点熟悉。 欢欣小区,和安乐超市有点像呢。 这样想着,苏蓉开始搜查这个房间。 整个房间的配备是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床头柜和一副桌椅。 床上除了被子枕头之外空无一物,桌子上除了一个装着几根笔的笔筒和一打白纸之外也没有东西。 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她终于有了一些发现,床头柜里有一把黑色钥匙,上面贴着一个序号3310。 这把钥匙应该是这间房子的钥匙,苏蓉把它收到随身带着的黑色小包的生前包里。 走到床边的窗户旁,外面是很正常的小区模样,只是在往远处看,小区的外面大雾弥漫,看上去轻易走不出去。 打开门,走到客厅。客厅里空荡荡的,不过基础的电器都在,这个房子是个标准的依居室,客厅、卧室、厕所、厨房都很齐全。 在客厅的大门上,意外的,她又看到了一份规则。 苏蓉走过去仔细阅读。 欢欣小区居家行为指南,一,冰箱里可以存放物品,但请确定那是你存在冰箱里的。 如果里面多了你不认识的东西,请把它放在物资包里,和其他垃圾一起放在门口。 二,不要使用客厅里的电视,如果看到电视被打开,请迅速回到卧室,直到第二天再出来。 三,卧室的衣柜里至少应该有一件衣服,但不可以装满。 四,沙发上有一个猫咪玩偶,是本小区给业主的福利。 猫咪玩偶是安全的,如果看到玩偶变成山羊玩偶,立刻扔掉这个玩偶,并给物业打电话,我们会给您送一个新的猫咪玩偶。 五,不在厕所的时候应该把镜子遮住,除了厕所之外,家里不会出现任何镜子。 六,厨房里不存在非物资包,购买食品以外的任何食物,如果看到,请无视之。 在看到第三条规则的时候,苏荣脸色一变,来不及接着往下看,就迅速赶回卧室,把刚刚跑动时拖下来的小开衫扔进柜子里。 扔完之后,苏荣常松一口气,在心里按骂一声。 如果不是他刚才为了确认自己这个身份在这里住了多久,而看了眼衣柜,恐怕还得过一会儿才会去查看衣柜。 对,污染这种东西,时间拖得越久就越严重,能快一分反应过来,就减少一分危险。 不过苏荣很清楚,他现在绝对已经受到污染了。 就像44号宿舍楼刚开始那样,因为前一天的原主人拉开了窗帘,所以他们先天就带着污染。 现在也是一样,他身上肯定已经有污染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污染是否也像宿舍楼那次一样,改变了他的什么认知,皱着眉。 苏荣重新走回去,看了一遍规则。 这份规则里同样有飙红的地方,是第二条。 如果看到电视被打开,请迅速回到卧室,这句话是有错误的,但电视机的确不应该打开,而且在离开之后,应该等第二天再出来,这两点是没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如果电视机被打开了,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错误的规则已经告诉了苏龙,直接离开,回到卧室是不行的。 那么就有了两种可能。 一种是应该离开,但是不是回到卧室,可能是厕所,也可能是厨房之类的。 第二种则是做些什么,再回到卧室,例如关掉电视机。 当然,其实理论上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做些什么之后去别的房间,而不是卧室。 但实际上,以苏龙经历这么多次规则怪谈的经验来说,这种可能性相对而言很小。 因为他在规则怪谈中的限制很大,不能改变太多规则。 一条规则里面改变一个点,也就差不多了,很少有大改特改的。 苏龙忍不住叹了口气,重新回到客厅。 先看了一眼沙发,沙发上有一只黑色小猫玩偶,歪歪扭扭地倒在上面。 两只猫耳朵竖得尖尖的,像羊角一样。 羊角,苏龙末地瞪大眼睛,他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按照这个规则怪谈里的两份规则。 如果他想通过污染,改变人的认知,那么最应该被改变的有两处。 一是对身体怪异的生物的认知,二是对黑猫与山羊玩偶的认知。 他现在已经被污染了,那么被改变的认知会不会就是这黑猫玩偶呢? 苏龙立刻把这个玩偶从卧室的窗户扔了出去,然后来到客厅的座机电话旁边,按下通往物业的按钮。 电话很快被接通了,对面是一个小姐姐的声音,3310的业主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需要一个新的玩偶。 苏龙回答道,好的,我们马上给您送来。 对面的声音听上去稍微有些惊讶,但还是尽职尽责地说道。 挂了电话,苏龙看了眼挂在墙上的时钟。 说起来,时钟也有可能是会被改变的一点,不过正常来说那东西可以直接被诡异改变,不需要特意用污染来改变人的认知。 现在是下午5点钟,苏龙打定了主意,在物业的人没来之前还是先不出去了。 仰爱必先安内,房间里还没安全呢,他现在就出去容易在回来的时候自己坑自己。 在这段时间,他顺便又去了厕所和厨房看了两眼。 厕所的镜子是被不罩着的,总算没有再一次违反规则。 厨房里有冰箱,里面什么食材也没有,给苏龙一种安全感。 不一会儿门铃就响了,透过猫眼往外看,门口站着一个蓝色制服的女生,手里还抱着一只黑色山羊玩偶。 看到对方手里是山羊玩偶,苏龙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污染改变的果然是他对玩偶的认知。 如果一直留着原来的玩偶,还不知道要出什么问题呢? 打开门,苏龙先看了一眼地上装满东西的白色塑料袋,然后才礼貌地问,你好,请问是物业的人吗? 对面的女生点点头,把玩偶递给他,是的,这是您刚才要的玩偶,请问原来的玩偶已经被丢掉了吗?丢掉了。 苏龙接过玩偶,试探性地问道,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这两个玩偶长得很像,是你们特意做的吗? 听到这话,物业的脸色稍微难看了一些,可能是您刚搬来,精神不振的缘故。 建议您吃掉我们物资包里的药片缓解一下。 看来药片的作用果然是减少污染,而物业目前来看是站在调查员,或者说是居民这一方的。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苏龙立刻询问,可以问问物业在哪里吗? 我先来这个小区,想去看看咱们物业处。 既然物业是相对安全的,那在外面遇到了危险,没准可以去躲避一下。 在一单元的一层中间那块,你过去就能看见了。 不知道她真实想法的女生回答道,不过我们不支持业主进物业查看,所以您可能只能在外面看看。 听到这句话,苏龙就知道她的想法破灭了。 但物业处的存在还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有物业处在,就证明这里的物业不是那种像红色植物园里那样,只会机械地完成任务的。 有住处,从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它们是真人。 倒过谢,送别物业之后,苏龙一手抱着玩偶,一手拎着白色物资包走回房间,顺便关上了门。 物资包里有五瓶矿泉水,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和红肉,一小瓶食用油和一些调味料,还有一个小铁盒。 打开铁盒,里面赫然是一粒红白相间的胶囊。苏龙拿出自己,在这个规则怪谈里新生成的白色药片和他对比了一下。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胶囊状的减轻污染的药物,感觉有点新奇。 不过按照规则所言,这种药如果当天不吃的话,就得原封不动地让人家拿回去。 这其实透露了一个隐藏信息,这个药片如果留到第二天,恐怕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药片上面的红色也给他增添了一点不祥的气息。 经历了这么多规则怪谈,苏龙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是真的很喜欢红色,见到红色远离就对了。 如果有人不听从这条规则,留下药片,那一定会受到惨痛的教训。 说到这个话题,苏龙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规则怪谈到底是单人怪谈还是多人怪谈? 现在这个房间里就他一个人没错,但这不代表整个小区就他一个调查员。 如果还有别的调查员的话,他是否要去寻找他们呢? 实话说,有些调查员的存在就是为了拖后腿的。 想了想,苏龙还是决定先按兵不动,装成原住民看看情况再说。 如果这个规则怪谈真的有别的调查员存在,那他起码得确定了那些人的人品,才能暴露身份。 如果没有别的调查员,只有他一个的话,那他就更应该隐藏身份了。 既然决定要伪装成原住民,那就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地直接出去了。 虽然他们这些新来的调查员和居民按理说应该没什么两样,但万一有能区分他们的,他岂不是就直接暴露了? 苏龙默默地透过猫眼观察外面走廊。 刚才开门迎接物业的时候,他特意看了一眼,自己的房间在电梯旁边不远处。 除非这楼没人,否则其他人想出去的话,总要路过他的门口的。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苏龙就从猫眼处看到了两三个人经过。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不是调查员,调查员进入到陌生的规则怪谈,给人的感觉是小心翼翼地四处观察,绝对不会像这几个人一样这么自然。 但是这几个人的神态并没有多么轻松,或面若冰霜,或木然呆滞,彼此之间都间隔着一定距离。 如果不是这几个人没有观察四周的行为的话,苏龙或许还以为他们也是调查员呢? 除了神态的问题之外,这些人和普通人倒是没什么区别。 苏龙又等了几个人过去,发现他们都是这样。 表情冰冷,不与其他人交谈。 突然他想起了规则里面的第十一条,小区里的居民有的并不喜欢社交,请不要贸然打扰他们。 但如果有人热情邀请你参加派对,为了不让他们伤心,请愉快地答应。 很显然,这部分居民都是不喜欢社交的那一类。 而且,这类居民占据了小区里的绝大部分。 毕竟刚才过来了那么多人,全是这种类型的。 苏龙板起脸,嘴角微微向下,眼中毫无波澜,学到了小区居民的精髓。 在这个规则怪谈里,他的脸是很平平无奇的大众脸,很容易被人忘记。 这也是苏龙会选择伪装原住民的原因。 如果他匹配到了一张大美人脸,那就算他想假扮,估计别人也能一眼看穿。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一张美丽的脸是有多么稀有,都已经过去好几个规则怪谈了,他都没有匹配到过漂亮的脸蛋。 虽然没什么用,但好歹赏心悦目不适,把生前包拿出来,苏龙苦恼地皱起眉头。 他现在身上就只有没有兜的长裤和T恤,开山位的规则被放在了衣柜里。 原本准备好的小包是不能带出去的,带出去容易暴露身份。 毕竟一般人逛自家小区哪有背包的,其他调查员不是傻子,只要他露出一点破绽,就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那他应该把这个装满道具的生前包放在哪里呢?不带是不可能的。 不说别的,生前包本身还有掩盖调查员气息的作用。 他想伪装成原住民,就必须带上它。 思索了片刻,苏龙突然眼前一亮,把钱包塞到自己的鞋侧边,用宽大的裤腿遮住。 虽然这样做跑动的时候会有点不方便,但毕竟是第一天,他觉得自己被诡异追着跑的可能并不大。 不过出于谨慎考虑,苏龙还是把是零产的的卡牌放在袖子里,随时可以发动。 顺带着,他又带上了守护剩十字,并把它掩盖在领子下面。 感谢进入规则怪谈前他的饭已经快要吃完了,现在一点不饿,不需要浪费时间做饭。 重新整理了一下表情,苏龙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走了出去。 转头看了一眼,他的房间是离电梯口的第三间。 到了电梯门口,他按下按钮,默默地在门口等着。 没过多久,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在看到苏龙的时候,他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多了一丝疑惑。 余光注意到这丝疑惑的苏龙立刻明白,对方肯定是在怀疑他的身份。 毕竟这一层一共就那么多住户,突然多出来自己一个陌生面孔,他感到怀疑是正常的。 苏龙没有慌张,维持着麻木的表情,等电梯到了十层,率先跨进去,看到一共就十二个按钮之后,放心地按下一层,然后迅速退后到角落里。 从他之前观察的结果来看,这群原住民行为的动因可能有什么隐情,但行为的表现就是标准的射恐。 那么只要他按照射恐的行为行动,就可以完美地融入他们。 果然,男人在看到他的行为之后,眼里的疑惑顿消。 他们本来就不喜欢互相交流,他不认识对方也是正常的。 相安无事地到了楼下,苏龙直接选择了和对方相反的方向离去。 离开前他看了眼龙门口,他住在三号楼。 苏龙顿时明白过来,他的房间要是上的3310这串号码的意思,应该是三号楼三单元十层。 站在原地迟除了一下,他还是决定先把整个小区逛一遍。 第一天遇到诡异的几率小一些,在这时候探索完大致地图是最合适的。 小区里没有路标,但每栋楼有标号。 苏龙顺着标号,从三号楼往二号楼走直走,然后再走到一号楼。 一号楼的对面就是小区门口。 和大部分小区一样,小区门口有个保安室。 从远处望过去,有两个穿着黑色制服发保安坐在里面。 没有上去打扰,苏龙转头回看一号楼。 第一层的中间位置果然有蓝底白字的大大标签,上面写着物业处。 物业处外面的玻璃是半透明的,看不清里面的状况。 之前来的那个小姐姐说了,他们不欢迎业主来看,所以苏龙也没有过去打脚。 他转过头往回走,接下来还要去花园、健身区和小超市看看,希望能和这里一样安全。 走到四号楼附近,苏龙看见了健身区。 所谓的健身区其实就是普通小区里老人休闲健身的地方。 蓝色和黄色搭配的各种器材林立,三两个人在里面不紧不慢地沉练。 和之前一样,他们之间的距离都隔得很远,互不干涉,安安静静的。 没有打破这种平和,苏龙也找了个附近没人的漫步机,在上面前后摇晃身体。 欢欣小区规则五,健身区有许多免费提供的健身器材,健身是有利于身体的。 这条规则里的健身对身体有利,具体指哪个方面苏龙不清楚,但每天做一做,肯定是有好处的。 现在其他原住民都在健身,应该是安全的时间,他得趁着这个机会好好完成任务。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远处走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穿着颜色很鲜艳的衣服,脸上挂着大大的,甚至有些刺目的笑容。 整个人与周围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反差,显得非常诡异。 在看到他的一瞬间,健身区的众人面色一素,停下手头的运动,纷纷往外走。 苏龙也及时地跟在众人中间,心里揣测。 从众人的反应来看,这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他很可能就是规则里,会在别人健身的时候跟别人说话的人,从他们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来, 面对这个人,无视显然不是正确的做法,不然他们也不会选择掉头离开。 走出去一段距离,众人各自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分道扬镳。 随着人数的逐渐减少,苏龙能清晰地听到他身后还有一道脚步声。 要知道,他已经是这群人里走在最后面的那个了,那他后面的会是谁? 只能是那个笑着的家伙。 前面的几人也明显感受到后面有人跟着,步履匆匆,再一次分批。 苏龙不好跟在谁身后,只能自己走一路。 然后不出意外的,他身后的脚步声没有消失,一下一下地撞击着他的耳膜。 然后是知道自己的运气,苏龙也不禁无声地叹了口气。 按理说他身上有那么多消灭污染源得到的怪谈道具在,从气息上看已经和原住民无异了。 但偏偏对方还是能精准地跟在自己身后。 除了他可能没有完全扮演好一个原住民之外,运气也是很大的原因。 但苏龙也不是全无准备,他早就做好了,对方会一直跟着自己的准备, 他现在正在走的方向是之前都没走过的,不出意外会来到花园或者超市其中之一。 这两个设施未必完全安全,但是一定能构成新的局面。 现在这种情况苏龙是不敢回家的,他可不想引狼入室。 那就只能前往另外两个地方寻求庇佑了。 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是去一号楼那边求救,保安室和物业处的聚集地无疑能给人安全感。 但是物业处拒绝业主过去,保安室又阵营不明,苏龙不敢贸然过去。 与其去那两个地方,还不如去花园等地。 至少他可以肯定那边一定是有人的,有了其他原住民,没准就能分散身后这东西的注意力。 再不计他,也可以看看其他人的行为,来判断自己应该怎么做。 一路快步往五号楼走去,苏龙能感觉到自己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大,还能听到微不可查的呼吸声。 他也逐渐加快脚步,好像在和身后的人进行竞速赛比拼。 他的右手紧紧握着是灵铲,大拇指按在柄头的按钮上。 那张卡牌已经被他变成了小形式灵铲,只要他按下按钮,就可以变大暴扣身后家伙的头。 同时,苏龙的左手也隔着衣服虚握着污染之时,看上去面无表情,实际上在无声地用脸骂人。 说好的,他的到来是用世界气韵换的呢? 怎么他一点气韵也没得到? 不会这个规则怪谈刚开始,就要莫名其妙地翻船了吧? 终于,苏龙在一个拐弯之后,看到了前面的花园。 就像规则里所说,花园有很多鲜花。 这个小区的其他地方都呈现晚冬的枯败,只有这里如春天般万物复苏。 花园里有几位居民在赏花,与之前苏龙见到的那些一脸肃穆的人不同,在这里的居民们表情都称得上和缓。 在规则里,花开着是安全的。 再加上居民们的表现,苏龙没怎么犹豫就走了过去。 他的表情管理一直做得很好,也不怕突然过来漏了线。 个别人抬眼看了他一下,但也只是一眼,随后就克制地收回目光。 他们难道不害怕自己身后的东西吗? 看到他们的反应,苏龙先着疑惑了一下,随后突然惊讶地发现,刚才跟在他身后的那道如去复古的阴冷感已经消失。 他暂时安全了,不着痕迹地松了一口气,苏龙走进小花园中。 这个地方是个不大不小的小公园,周围种满了花草。 旁边有一条小路,通往被树木掩盖的花园深处。 不过那条小路上并没有人在走,显然大家都不想去那边。 也是,毕竟规则里说了,如果花园里的花枯萎,要迅速离开。 走得太深的话,很可能逃跑不及时。 苏龙的目光环视全场,在一朵花前停了下来,和其他居民一样,做出一副欣赏的模样。 在他的旁边四五米远的地方,有两男一女三个人抱团在一起互相交流。 不用想都知道,他们是调查员。 这也是苏龙特意选择这里的原因,方便偷听他们的对话。 那三个调查员没有关注新来的原住民,继续讨论之前的内容。 嘴角有一颗黑色眉婆质的男人不耐烦地说, 我们都已经在这里等了那么久了,还是一点异常都没发现,换个地方去观察吧,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他旁边披散着长发的女生温温柔柔地拒绝, 周哥你不要着急,咱们也就等了十多分钟而已。 去别的地方也未必能发现线索,不如在这里多等一会儿。 这句话让苏龙心中一动,从自己出来到现在起码过去半个小时了, 但是他们却只出来了十分钟,看来这几个人还在房间里吃了个饭。 那个,我感觉这里有人在看我们。 蘑菇头,戴着眼镜的男生有些不安地说道,我们是不是聊得太大声了? 此言一出,苏龙一个机灵,立刻收回目光。 这人这么敏锐的嘛,他甚至都没有怎么看他们,就能被他捕捉到不对, 但很快苏龙就发现那个男生并不是针对他, 因为他发现有不少原住民都在偷偷观察他们。 站在那几个人的角度或许发现不了,但是站在他的角度就再明显不过了。 不,仔细一看,那种目光看上去并不是观察,而是审视。 这个发现让他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 之前苏龙一直在装原住民,并没有遇到有人审视自己的情况。 所以,他现在没法分辨这些原住民审视那三个调查员, 到底是因为他们声音太大了而审视,还是因为他们是调查员而审视? 如果是前者倒还好,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就证明在这个规则怪谈里, 调查员的身份很特殊。 蘑菇头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另外两个人的警惕, 媒婆至周哥嘲笑道,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困难规则怪谈, 但你没必要这么小心。 在他看来,蘑菇头之所以如此小心谨慎, 无非是因为之前没见过那么多原住民。 在普通规则怪谈里,原住民有一两个就顶天了。 他们和其他人的表现不一样,原住民多看两眼也是正常的。 如果苏龙知道他的想法的话,大概会吃笑出声。 但凡他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 周围的这些人并不是只是因为觉得他们奇怪才看过来的。 只是吃瓜的话,没必要互相眼神交流。 要知道,这群人可是很设恐那种,互相不认识的。 能这样眼神交流,一定有问题。 因为对方的话,长发女生观察了一下四周,没发现什么问题, 然后才劝慰蘑菇头,别太担心,被观察是很正常的。 你如果实在害怕的话,可以先回去。 不用了,蘑菇头能来到困难规则怪谈,自然不是傻子。 现在是难得安全的时间,他肯回去才有鬼。 但实话说他现在已经有点想离开了, 他感受了那些目光,可并不带着多少善意。 周哥恶意的怂恿,你可以找个人问问他为什么要看你, 或者去打探打探线索也好。 虽然规则里已经说了,不要贸然打搅他们, 但是在这种规则怪谈,想要得到线索, 除了等诡异主动出击之外,询问原住民是最好的选择。 他自己不敢做这个死,当然只能选择让别人去。 对于这种把他当傻子的行为,蘑菇头表示拒绝, 规则里说了原住民不喜欢社交, 我过去也问不到什么,还是算了吧。 下话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你们说说到底应该怎么办, 几次三番被拒绝的周哥怒了。 半点没有被他的愤怒影响到, 长发女生淡定道,我们就在这里等, 其他调查员肯定也会过来的。 当时呼悠他们去不就行了吗? 说曹操曹操就到,他的话刚说完, 远处就有两个人结伴来, 原住民都是分开走的, 结伴的肯定是调查员。 那两个人也清楚这一点, 一来就和周哥三人会合了。 其中一个男生直接问道, 你们在这里待多久了,有什么发现吗? 他旁边的女生手肘杵了他一下, 不好意思地笑道, 抱歉,我朋友他脑子不太好。 我们刚才去了超市, 那边进去就必须得买至少一样东西才能出来。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他先主动示好, 说了一个线索, 这样双方就可以顺利交换了。 见他如此识趣, 刚才还说要忽悠他们的三人倒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还是长发女生回答, 我们是最开始看到花园之后就一直留在这里, 这边目前来看的确是安全的, 没发生什么危险。 原住民各自围营, 互相都不说话。 话说, 你们俩之前就认识吗? 蘑菇头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认识的话, 这两个人的亲密就显得有点奇怪了。 男生点点头, 开心地说我们俩是发小, 没想到竟然能匹配到一个规则怪谈里, 怎么样? 运气好吧, 运气很好。 蘑菇头羡慕得点点头, 也不清楚他是在羡慕对方能有青梅竹马, 还是在羡慕他们能和熟人匹配到一个规则怪谈里。 眼见的他们俩有要聊起来的架势, 青梅女生连忙制止了话老竹马, 不想自己, 谈正是要紧。 我们手上还有一个线索, 不过如果你们不能给出有效线索的话, 那这个交易就只能作罢了。 文言, 就没人过去过。 这算一个线索吗? 长发女也想到了一个小线索, 不能在花园里破坏植物, 我刚才本来想触碰一下, 还没碰到, 就看到周围其他原住民全都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那样子, 别提多恐怖了。 这个线索相对而言比较有用, 苏荣默默地记下, 伪装成原住民果然很好, 轻轻松松窃取情报。 想了想, 青梅点点头, 我们打电话问了一下物业, 居民是可以住在一起的, 但如果选择搬到一起, 是不能丢失的原因是家里是相对的安全区, 如果要是丢了, 就进不去了。 但是, 如果选择和别人住在一起的话, 那没有这串钥匙也没问题。 而且规则里说的是, 不要丢失, 我是退房, 应该不算是丢失吧? 他说的很有道理, 长发女问了个关键问题, 所以你们有人打算退房吗? 暂时没有。 他们两个人还是很理智的, 竹马解释道, 我们只是确认了, 还有一条退路。 万一要是真的丢了, 我们是可以互相帮忙的。 这句话让众人眼前一亮。 是了, 既然规则里提到了要是丢失这件事, 就证明的确是有什么东西可能让钥匙丢失的。 现在有了一条退路, 自然能让他们安心一点。 但苏荣其实还有一个顾虑, 在刚才青梅的口中, 物业说了想要搬去另一个人的房间需要退房。 有的退房是需要钥匙的, 那么如果钥匙已经丢失了, 还能退房吗? 如果退不了房, 就不能和别人合租。 那还是没有退路。 这样看来, 这一点恐怕也是一个陷阱才对。 如果打着钥匙, 就算丢了也没关系, 反正可以住在别人的房间这样的想法, 绝对是要吃亏的。 不过这五个人的交易的线索里, 都没有涉及到苏荣在房间里发现的问题。 一是空空如也的衣柜, 二是他们已经被污染, 对玩偶的认知错乱。 看他们几个人都穿得清凉, 苏荣估计前者众人是都发现了的。 这很正常, 毕竟是能进入困难规则怪谈的, 不会犯那么明显的错误。 但是后者就很不一定了, 苏荣敢肯定他们五个人之中, 绝对有人没发现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及时换掉错误的山羊玩偶, 会发生什么呢? 或许明天他就能知道答案了。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竹马在观察四周, 片刻之后, 转头对女生道, 这里的人比超市那边看上去好接触一点。 文言, 苏荣若有所思地瞥了眼那五个人。 按照男生的话来看, 超市那边的原住民应该和健身房那边的一样, 都是冷脸社恐。 那么如果他们想要和原住民进行交流, 这里绝对是个好地方。 另外两个地方的原住民可没有半点能交流的意思。 如果他们不去找人问话的话, 那等这几个人走后, 苏荣就会找办法问一下。 他不能错过这个询问的好机会。 对了, 我们要不要问问物业有没有广播, 把其他调查员都找来啊。 周哥突然问道, 他们现在加起来也才五个调查员, 这是个困难规则怪谈, 人数至少是十个人。 所以, 还有一半的人他们没见过呢。 听到这句话, 一旁偷听的苏荣差点咳嗽出来。 广播找人可还行, 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个规则怪谈里有一堆调查员是吧。 其实按理说, 苏荣是不应该如此反对原住民知道调查员的存在的, 毕竟几乎每个规则怪谈, 调查员的身份都没有隐藏过, 被原住民知道了也没什么。 但是这个规则怪谈和之前的规则怪谈有一处不同, 这个规则怪谈里的调查员一开始就是分开的。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要知道之前他经历了那么多规则怪谈, 还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之前也有原住民多的规则怪谈, 都是被单独列出来的, 几乎不需要调查员费什么心力就能互相认权。 这也是以苏荣小心谨慎的性子, 却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扮演过原住民的原因。 实在是这些规则怪谈根本不给他机会。 然而这次, 从他能顺利扮演原住民就能看出来, 这个规则怪谈给了调查员掩盖身份的机会。 但是为什么偏偏这次特殊呢? 苏荣不得不认为暴露调查员的身份可能会出问题。 其他人如果能发现这一处昔之末节, 自然就不会选择暴露身份, 最起码不能太张扬。 如果真的有人做死到要去广播寻人, 那他也只能助他们好运了。 好在长发女孩有点脑子, 拒绝了这个提议, 没必要, 人多也并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们广播室找人, 还容易被别人嫌弃。 有些人就是喜欢当毒狼, 例如没有白脸在场的苏荣。 这种人再听到有调查员广播室招人, 肯定是不会来的, 没准还得在心里骂几句。 蘑菇头弱弱地举手, 要不要先去那里看看, 周哥有些不甘心, 可是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没找到。 从这个规则怪谈开始到现在, 他一直在这里。 如果什么都没收获就离开, 那沉默成本就太大了。 看他这样子, 长发女就清楚他在不干什么, 笑着道, 那你可以去找个原住民问问, 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线索呀。 但是规则里说了, 他们不喜欢社交, 能留到现在, 周哥没那么莽撞, 熟练地提起规则。 但显然长发女比他更会玩文字游戏, 规则里只说不喜欢, 又没说不能。 原住民只是人而已, 能对你做什么, 况且规则里说了, 花园的花开着的时候是安全的。 你不趁着安全的时候打探消息, 还想在什么时候打探, 这一番话说服了周哥, 就连其他几人都有些蠢蠢欲动。 其实苏龙也是这么想的, 这也是他刚才敢决定等几人走后, 自己去询问的依据所在, 规则在这方面并没有直接堵死, 那就可以一事。 如果什么险都不冒, 那还谈什么通关呢? 好,我去。 下定了决心, 周哥静止走向一个原住民,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苏龙故意侧身做出回避姿态, 这种姿态会给人一种拒绝交流的感觉, 能有效减少路人搭讪的可能。 果然,周哥越过了他, 走向另一个人, 嘿,兄弟, 我是新班来的, 咱们小区花园可真漂亮啊。 显然,就算是搭话, 周哥也并不是直接网上去, 他的话里带着一定的技巧, 用明显很受原住民喜爱的小花园 来当作共同话题。 被他搭话的男人点点头, 是啊, 谁会不喜欢小区花园呢? 见他愿意回话, 周哥立刻继续问道, 咱们小区还有其他好玩的地方吗? 文言, 男人露出了一个稍嫌诡异的笑容, 好玩的地方倒是没有了, 但我猜, 你想问的应该是安全的地方吧? 没错, 就是这样。 周哥兴奋地说, 随后胡一起来,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男人只是告诉他, 保安室是很安全的地方, 保安总会保护我们的。 这句话真假难辩, 男人是背对着苏荣的, 他没法从他的神色中判断证物。 在他之前的判断里, 保安室不一定是站在调查员这一边, 能保护他们的。 但是原住民却说, 十一保安室的确是个安全的地方。 那难道规则那部分还有隐情, 又或者原住民对调查员有恶意, 在故意撒谎, 不过无论如何, 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保安队的武力值的确很高。 你们为什么都不去花园里面啊? 想了想, 周哥问出了一个自己比较关心的话题, 这也是他在这里这么久, 唯一发现的线索。 没必要, 但如果你想去的话, 可以去看看。 男人的答案模棱两可, 让人无法从中判断出具体意思。 没必要, 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 来花园是有必要的, 只是往深处走就没必要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来花园是有必要的呢? 规则里虽然说了, 他们必须要在外面待三个小时, 但并没有固定是待在哪里。 超市和健身区同样都是可以用来休息的地方, 而且就算不来这些固定休息区, 也可以随便逛小区啊。 想到这里的时候, 苏荣莫名感觉有哪里不对, 但又想不起来。 这种感觉和当时在上一个玫瑰艺术馆的感觉很像。 难道他又忽略了规则的什么地方, 还没等苏荣细想, 就听见周哥把他想问的点追问出来了, 没必要, 那来这里就是有必要的吗? 我最喜欢这里了, 来这里当然有必要。 难道你不是这么认为的吗? 说这话的时候, 被对着苏荣的男人脸上皮笑肉不笑的, 让周哥一下子进了声。 虽然刚才他觉得长发女说的是对的, 原住民和普通人一样, 没什么好怕的。 但实际上, 真和原住民对上了, 他很难不心虚。 毕竟人家就住在这个规则怪谈里, 对周围的一切知根知底的。 除非他一下杀死人家, 否则人家想坑他点什么, 岂不是轻而易举, 他不敢再问了。 看到周哥的反应, 苏荣大致也能推断出, 男人在说这话时是什么表情。 他微微醋眉, 在心里盘算。 可以肯定的是, 男人最后的回答肯定不是全部原因, 而且也绝对不是主要原因。 结合他之前说过的话来看, 莱花园是有好处的。 而且, 只用来表面逛逛就行了, 不用去里面冒险。 至于里面到底有什么, 这家伙是半点没透露。 看不懂他的表情, 苏荣也不敢瞎揣测。 不过听了他们这一通对话, 苏荣感到很违和。 他最开始以为, 这个小区的原住民都涉孔, 所以互相不搭理。 但是现在看来, 至少周哥选择的这个聊天对象挺能冒的, 他也和其他人一样, 一句话都不说。 这样看来, 难道是只有主动找人聊天的人才会出问题? 但有一件事, 苏荣能确定, 就是这些原住民与调查员并不是一条心的, 而且也绝对不像小鲜肉灌负公司里的原住民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分明知道很多东西, 但都不愿意对调查员透露。 眼见着男人不愿意继续和他聊聊, 周哥也失去的往回走。 他们刚才的聊天, 另外四个人也都听得清清楚楚, 青梅看了眼那条小路, 既然原住民都这么说, 花园里面应该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没有有用的, 那就只能有危险了。 竹马则是默契地跟着说道, 这地方目前看来就是一个安全区, 在花梅枯萎的时候, 如果遇到危险, 可以来这里避难。 我们打算去健身区看看, 你们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犹豫了下, 那三个人一起点头, 跟着他们离开了。 等五人一走, 原本安静的花园突然就热络起来。 最开始被找上门聊天的男人用不大不小的音量问道, 开盘吗? 立刻有一个人响应, 我赌他们团灭。 我也赌这个。 我也是, 加我一个。 见大部分人都赌的是团灭, 男人自觉没意思, 又开口道, 这么赌没意思, 来赌一赌, 他们十二个人里有几个人会被我们杀死吧。 这个盘和刚才那个相比显然更具有挑战性, 大家纷纷用怪谈臂下注。 为了和群, 苏龙也跟着赌了一个6, 他赌有6个人会死于原住民之手。 然而表面上笑得兴奋的他, 心里已经沉入谷底。 在这个规则怪谈里, 调查员要面临的不仅仅是诡异的追杀, 还有原住民不知缘由的威胁。 显然, 刚才那五个已经暴露了身份的调查员, 很可能没法活过这个规则怪谈了。 在下完注之后, 一个女人笑嘻嘻地说, 那看来马上就要来的那个, 有人帮我们分担火力了。 他左边一个男人摆摆手, 眼里也带了几分庆幸, 瞎, 我们哪配与人家平分秋色, 顶多就算个配菜。 听了他的话, 众人又是一阵嬉笑。 只有苏荣一点也笑不出来, 却还要挤出欢快的笑容, 避免露现。 那个是什么? 听原住民的意思, 很明显那个是所有人都不愿意面对的情况。 而调查员的到来能帮原住民们分担大部分火力。 现在的苏荣已经不是对怪谈世界一无所知的新手了, 结合自己的经历, 他轻而易举地就推断出来, 他们口中的那个, 说的应该是诡异或者污染者们的盛宴, 类似于江南号邮轮的第三天晚宴, 和44号宿舍楼的第三天污染者狂欢这样的东西。 之所以会这样判断, 是因为能被调查员分担绝大部分火力的, 有很大可能是诡异的攻击。 就像当初在怪谈世界的公交车上的时候一样, 对诡异而言, 调查员可比怪诞世界的原住民美味多了。 几乎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区别, 他当然不想放过难得品的美味。 而那一天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规则怪谈的第三天。 就像苏荣之前在规则里发现的那样, 第三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他们必须在第三天到来之前离开。 思考了一会儿这个问题, 苏荣的心情变得很沉重。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 如果真的有一种办法能让他们在第三天到来之前离开, 那这些原住民为什么不离开呢? 从刚才他们的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得到, 对于第三天的危险, 他们也是逼之不及的。 甚至还为有人能分担火力而感到非常庆幸。 既然是这样, 那么如果真的有提前离开的方法, 他们为什么不提前离开? 就算真的有这种方法, 苏荣也不认为他们能在在这里住了那么久的原住民 都没有找到的情况下, 大发神威找到这种方法。 这几乎是天方夜谈。 苏荣想问问第三天危机的具体细节, 例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持续一整天还是只是一段时间? 但是他不能这么问, 显然这个小区的居民都非常清楚第三天危机的存在, 他要是贸然询问, 一定会被怀疑身份。 按照这个规则怪谈表现出来的情况来看, 所有原住民应该都是久居于此, 新来的只能是调查员。 但是不问也不行, 难得原住民愿意聊天, 而自己又刚好在。 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如果不抓紧时间深挖线索, 苏荣怕自己之后都没有再和他们聊天的机会。 想了想, 苏荣眼前一亮, 既然大家都认为他们会团灭, 那我们赌一赌他们什么时候会团灭怎么样? 这里的原住民们平常没什么乐子, 也就趁着调查员来的时候凑凑热闹。 此时听见苏荣的话, 都兴致勃勃地参与进来。 之前那个男人道, 肯定是第三天在团灭, 我就赌第三天的下午六点吧。 你是真看不起他们啊? 站在他旁边的人细血地说, 那我就赌六点半好了。 众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这笑声在作为调查员的苏荣眼里听起来刺耳极了, 但他只是跟着笑, 同时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他们说的时间。 无一例外, 所有人的时间都在下午五点半以后, 凌晨十二点以前。 以苏荣对怪谈世界的了解, 下午五点以后诡异就可以横行了, 这个时间段对大部分调查员而言都非常危险, 而在这个规则怪谈里, 显然会更可怕。 至少绝对比44号宿舍楼的第三天更可怕。 因为那里好歹只是污染者的狂欢, 而这里恐怕是诡异和污染者的双重狂欢。 以苏荣现在的武力值, 普通污染者他自然是不怕的。 但是诡异就不一样了, 他们不但攻击性强, 还有极强的污染性。 对上一个靠着是灵产可能能打得过, 但是如果更多, 那哪怕是苏荣也没有半点把握。 赌完之后, 大家的热情消散了不少, 纷纷闭上嘴不再多说。 见套不出多余的内容, 苏荣也不再耽搁, 离开花园, 朝着之前没去过的方向走去。 已知晚上会很危险, 看天色现在应该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快八点了。 他得尽快探完最后一个地方, 然后赶紧回家。 再在外面待着, 苏荣怕自己直接撞鬼。 一路往前走, 走到六号楼附近的时候, 苏荣终于看到了不远处的灯光。 天色已经黑了, 小超市里开着灯, 里面零星几个人在买东西。 在外面注意到门口贴着一张白纸, 苏荣走进去, 才从里面看到这张纸上的内容。 小超市购买须知, 一,进入本超市, 至少需要购买一件东西才能离开。 二,本超市由滴答集团出资建立, 每样商品上都会有滴答集团的标签。 请不要购买三五产品。 三,超市里的售货员不会主动推荐商品, 言辞拒绝向你推荐商品的售货员, 并把他的公号告诉收银员。 四,不要拒绝收银员向您索取小费。 五,每天在超市里呆的时间禁止超过半个小时, 否则后果自负。 一共只有五条规则, 其中第三条里的, 言辞拒绝向你推荐商品的售货员, 这句话是标红的。 显然错误之处在言辞拒绝上面, 拒绝是必须的, 但需要委婉, 又或者需要无视。 在看到这是由滴答集团出资建立的超市之后, 苏荣眉头一挑, 心中已经有了伎俩。 眼看只有半个小时的逛超市时间, 他立刻进去开始采购。 这个超市不算太大, 大概只有苏荣当初去的安乐超市三分之一大小。 超市里物资还算丰富, 苏荣略过食品区, 先去服装区给自己买了两件衣服。 现在的天气还是有点冷的, 尤其是晚上。 没有小开山的保护, 他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吹感冒了。 这件衬衫很便宜, 一共只需要十怪弹币。 但实话说如果不是觉得自己的确需要一件, 苏荣根本不会浪费怪弹币去买的。 哪怕他现在手头上已经有三千怪弹币, 是个货真价实的小富婆了, 不过既然要买, 就买两件, 免得出什么意外。 拿完衣服后, 苏荣去了更里面的地方。 那边是一些生活用品, 但苏荣都不是很需要。 直到在网里, 他看到了最里面的一枪玩偶。 和房间里只会出现的黑猫、 山羊玩偶不同, 这里的玩偶种类更多, 都是一些小动物玩偶, 脑袋大小, 不过没有黑猫和山羊, 每个玩偶都需要足足一百怪弹币, 没钱根本买不起。 这些玩偶会有什么用吗? 如果没用的话, 怎么会设置这样高的价格? 这样想着, 苏荣转头去找负责这一边的绿色制服的员工。 请问, 这些玩偶的卖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玩偶制作精良, 深受广大居民的喜爱。 员工微笑着回答, 这个答案听起来那简直是驴头不对马嘴, 完全没回答苏荣的问题。 但是他的用词, 却突然激起了苏荣的记忆。 在之前, 周哥询问原住民为什么待在花园的时候,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那个男人的回答是, 谁会不喜欢小区花园呢? 二者都是居民所喜欢的, 而小花园已经被验证了大概率是个安全区。 那么这些玩偶, 是否也是能保护调查员的关键道具呢? 我要买一个。 想到这一点, 苏荣毫不犹豫地说道, 顺便摘下一只毛茸茸的狐狸玩偶抱在怀里。 文言, 那位员工问道, 是否需要再多买一件? 您看一只玩偶孤零零的也没个半。 苏荣突然警觉起来, 超市规则三里说, 超市里的售货员不会主动推荐商品, 现在这个员工的话好像就是在主动推荐商品吧, 他不能确定这到底算不算主动推荐, 毕竟刚才是他先开口问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 他都不打算接受对方的提议, 没钱买不起。 苏荣拿出万能的拒绝理由, 一脸都无奈, 这玩偶太贵了, 这个理由太充分, 然后是想给自己增加业绩的员工也没法说什么, 只能看着苏荣离开。 回到刚才买衣服的地方, 想了想, 苏荣把其中一件衣服又扔了回去, 只带着一件衣服和一个玩偶走向收银台。 这是刚才他因为那个员工的推销突然意识到的事情, 规则里禁止调查员接受员工的推销肯定是有原因的, 这些商品后面都带着正版标签, 按理说不会出现问题。 那么问题就只可能出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员工本身有问题, 二是买了更多的产品有问题, 员工一直在这里工作, 按理说只要其他人眼睛不瞎, 不可能看不出他换了人或者不对劲, 那么就只能是多买产品会出问题了。 来到收银台, 收银员看着他一手衣服一手玩偶, 露出了笑容, 拿机器扫了两下之后说, 110块弹币, 成龙会顾。 没有直接付钱, 苏荣先是按照规则告诉他, 玩偶去的那个员工, 好像主动推荐我多买东西了。 文言, 员工的表情严肃起来, 谨慎地问, 好像, 点点头, 苏荣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原封不动地附述给对方, 让他自己判断。 听完他的叙述, 声音员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举报。 没从他的态度中看出什么, 苏荣只好继续道, 请问这里卖情报吗? 嗯, 情报没有, 任务倒是有一个。 员工回答道, 此言一出, 苏荣惊讶地瞪大眼睛。 他当然能猜到, 对方早就知道了他优秀员工的身份, 就像当初的代位店长一样。 但是没想到,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问题卧底任务嘛, 想到上次卧底任务的难度, 苏荣不由地打个冷战, 但还是问道, 是什么任务, 有任务不做, 那不是他的风格。 明天您再过来吧, 届时我会把任务交给您。 文言, 苏荣眉头一条, 敏锐地捕捉到他话里的隐藏含义, 你的意思是, 这个任务和这个规则怪谈没关系, 如果有关系的话, 对方应该随时准备着, 只等优秀员工来了就发。 而且, 这个规则怪谈一共就三天, 如果是与这个规则怪谈有关的任务, 明天再给时间就未免太紧张了, 是这样的。 对于他能意识到这点, 收银员并不惊讶, 毕竟是已经完成过一次任务的优秀员工, 实力可见一斑。 想了想, 苏荣又问, 这个任务挑人吗? 如果不挑人的话, 完全可以随时准备着, 没必要等人来了, 再申请任务过来。 只有因为挑人, 才会不直接发放, 要等合适的人去了某个规则怪谈, 才会专门申请。 而很显然, 他就是符合的人选之一。 这件事情没什么好对被选中者隐瞒的, 或者说能和优秀员工打好关系, 对他们而言有利无害, 自然不介意多透露一些信息, 声音员点点头, 这次任务据说比较重要, 和马上要开放的那个固定规则怪谈有关的。 上面要求招收的任务者首先得是优秀员工, 其次至少完成过一次任务, 最后还要能看穿我们留下的小陷阱。 最后一句话让苏荣了然起来, 你说的小陷阱是每个摊位只能买一样东西, 您果然聪明。 没有理会他的工为, 苏荣思考起刚才员工给出的海量信息, 马上有一个固定规则怪谈要开了, 要知道能被直接称呼为固定规则怪谈的, 必然是那四个。 那四个固定规则怪谈其实经常暗地里开一些小区域, 就例如十三中学偶尔会开放一个教室作为规则怪谈的场地, 偶尔则会开放一栋宿舍楼。 这也是后来苏荣才知道的, 他参与的那个44号宿舍楼的规则怪谈, 竟然就是十三中学的一部分。 而员工口中的开放, 则是一整个固定规则怪谈都开放, 而不再是单个区域, 在这种情况下, 难度必然显著上升, 普通人几乎没有可能活下来。 好在固定规则怪谈开放的时候是可以主动往里面送人的, 送进去一百个人怪谈就会正式开启。 如果没到一百个人, 那么等时间一到, 就会和其他规则怪谈一样, 自动吸收调查员进去。 这些年, 各国每次都会往里面送精英调查员, 以保护普通民众。 固定规则怪谈是不介意有人重复进入的, 因为每次开启时的背景, 剧情, 规则都完全不同, 就算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也不能在这个规则怪谈里起到什么作用, 没准还会被反坑一把, 每年一般会开启两到三个固定规则怪谈, 在这种情况下, 来自全世界的两三百个精英调查员里, 每次大概只有十分之一能活着回来。 没想到接卧底任务, 竟然能意外得到这个消息, 苏荣不由地皱起眉头, 任务要求全面升级, 也能看出这个任务的困难程度, 也是, 在固定规则怪谈里当卧底, 能捞得了好才有鬼呢。 不过这正和苏荣心意, 反正他本来也想进去大闹一场, 这摊水缴的自然是越混越好。 告别了对方, 苏荣转头快步往自己的三号楼走去, 这地方是六号楼, 离三号楼的距离有点远, 眼看周围已经没有人了, 苏荣也不再掩盖自己, 急步如飞, 全力奔跑着前进, 顺利地进入三号楼, 楼门上面安装了一个表, 现在的时间已经到达了八点半, 别看规则里说, 十一点才是回家的时间节点, 但事实上, 诡异横行肯定不是从十一点才开始, 十一点如何还在外面, 那就必定会死, 十一点前只是有一定概率遇到危险罢了, 而对于飞球苏荣而言, 这个有一定概率完全可以和必然化等号, 他沉默地看了眼前的电梯, 随后果断选择爬楼梯上去, 既然知道大概率会遇到问题, 那他就不冒这个险了, 对于已经加过无数次点的苏荣来说, 爬上十楼简直是轻而易举, 刚爬了没一会儿, 苏荣突然听见楼上传来脚步声, 这时候出来的能有什么好人呢, 他当即就转头想往楼下走, 然而还没走两个台阶, 他就听见楼下也传来的脚步声, 楼下的脚步声与楼上的步调逐渐吻合, 好像一个人踏出来的一样, 又好像有一个人, 把他从四面八方都围住了, 只能往楼层里跑, 但是还没拉开楼道通往走廊的门, 苏荣的身体就猛个一僵, 他突然想起来, 自己现在所在的楼层, 好像正好是第四层, 四这个数字, 因为谐音, 在华夏有很不好的寓意, 而种种规则怪谈的经历也告诉了苏荣, 不用怀疑, 四就是有问题, 正好在第四层的时候突然出现诡异的声音, 好像在驱赶着他往第四层的楼道跑去, 他怎能不怀疑, 要按下门把手的手停住, 苏荣抿了下唇, 眼中目光坚定, 静止朝楼上走去, 他还没有犯规, 不受规则之力的束缚, 如果有诡异要趁着这个时候攻击他, 那对方一定会受到规则之力的束缚, 至少攻击力不会很强, 既然如此, 他就不需要多么害怕, 尽管还没有真正实验过, 但苏荣对自己的武力值还是很有信心的, 如果真的是个诡异, 那他就要让对方好看, 然而走过四楼, 刚才的脚步声就都消失了, 苏荣明白果然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脚步声的真实目的应该是为了让自己前往四楼走廊, 虽然不知道那里到底有什么, 但一定非常危险就对了, 一路飞奔回到家, 直到关上门从里面上了锁, 苏荣才长舒一口气, 彻底放松下来, 不得不说, 在这个世界, 他的胆子要比原来的世界小太多了, 在原来的世界里, 苏荣是从来都不害怕走夜路的, 或者说, 走夜路的人要害怕他才对, 而现在, 只是在晚上八点多爬个楼, 他就心惊胆战的, 只能说诡异骇人, 他作为一个普通人, 实在是没有有效的针对方法, 叹了口气, 苏荣开始检查房间, 沙发上的玩偶还是黑山羊, 电视机没有打开, 鸡顶盒也是冷的, 卧室衣柜里的小开山还在, 厕所的镜子也还是被不罩着的, 苏荣拿出白色物资包里的胶囊吃下, 整个人立刻感觉有些困倦, 闭了闭眼再睁开, 要笑立竿见影, 沙发上的玩偶已经变回了黑猫的样子, 果然, 这个胶囊就是用来清除污染的, 这样看来, 送胶囊的物业的确偏向调查员阵营, 没有留下物资包里的食材, 苏荣把那个装胶囊的铁盒, 用卧室里的记号笔在角落里做上记号, 然后放回去, 然后把整个物资包原封不动地放回外面, 等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才回到房间, 关门拖鞋上床盖背一气合成, 今天一天, 探索到的消息很多, 但都很零碎, 让苏荣里不清其中的脉络, 他仔细回忆了一遍这一天的经历, 突然想起来自己在花园时的违和感, 苏荣的直觉, 往往是由无数次判案积累出来的条件反射, 很多时候他的大脑还没有分析出问题所在, 但是身体已经给出了千锤百炼之后的下意识反应, 当时他在想什么, 想的是健身区和花园都是用来休息的地方, 在想到这里的时候, 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种不对劲和之前在玫瑰艺术馆的感觉很像, 而后来证实, 自己在那里感受到不对劲的原因是, 规则完了文字游戏, 摆用现实代替现代, 差点坑了他们所有人, 那么会不会这个规则怪谈的规则里也有这样的文字游戏, 想到这一点, 苏荣立刻看向门口张贴着的规则纸, 文字游戏这种东西, 主打的就是一个大脑欺骗, 大脑会自动把不对劲的东西合理化, 让人看不出破绽, 再在这期间下, 看纸质规则更容易发现问题所在, 第一条规则没问题, 第二条规则没问题, 有了上一次艺术馆的经验, 这一次, 苏荣是逐字逐句的在阅读规则, 打算一旦发现有什么词汇语意不明, 或者词不达意的句子, 立刻重点关注, 苏荣突然抓住关键点, 会吃药的应该是病人, 但他们并不是病人, 况且病人留在家不应该是工作, 这要是用来清除污染的, 在很多规则怪谈里苏荣都吃过有这种作用的胶囊, 而这次的胶囊并不是苏荣之前见过的款式, 结合这些线索, 苏荣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不过还需要明天才能得到验证, 之前吃过的胶囊还在发挥效力, 苏荣实在是撑不住了, 沉沉地进入梦乡, 在睡着之前, 他隐约听见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但他已经实在没有精神起床, 做出应对了, 第二天一大早, 生物中将苏荣自然地叫醒, 他看了眼钟表上的时间,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 起身缓了两秒, 苏荣的神智回笼, 思维逐渐变得清晰, 没有突发状况的时候, 他向来更喜欢让自己在床上发一会儿呆, 按着太阳学, 苏荣回忆起昨天快要睡着的时候, 外面好像有动静, 但那时候他因为胶囊的作用, 根本起不来就睡了过去, 规则四里写着, 所以如果你在十一点后听到有敲门声, 请务必不要开门, 并拨打保安室的电话, 他们会带来处理, 这条规则的最后一句话是飙红的, 在面对晚上有东西骚扰的时候, 打电话给保安室显然是一种错误选择, 但这并不代表什么都不做, 就是正确选择, 可能就因为他什么都没做, 现在自己已经违反规则了, 只不过目前看来, 违反这条规则最不至死, 不然他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 但在规则怪谈里, 一点点失误, 就可能带来最后无法通关的后果, 苏荣清楚, 自己听到那声音的时候肯定已经超过11点了, 昨天他因为胶囊的原因, 思维一直很缓慢, 以至于那点事情想了很久, 如果昨晚真的有东西在敲门, 那他就需要赶紧看看, 昨天的失误有没有带来什么问题, 如果有的话, 应该尽快解决才行, 随意地扎了个马尾, 苏荣起床先打开柜子看了一眼, 柜门里的衣服还在, 总算没有用因为这个原因受到污染, 推开卧室门来到外面, 一切一如昨天, 看上去没有任何异样, 沙发上的黑色猫咪玩偶还在, 回想了一下规则, 苏荣走到电视机前, 摸了摸鸡顶盒, 随后他露出惊讶的神色, 因为此时的鸡顶盒微微发热, 显然电视在之前被开过了, 怎么回事, 有人在夜里开过电视了, 这是否和昨天听到的敲门声有关呢? 两者一起出现, 苏荣很难不怀疑是昨天外面的东西敲过门之后, 进了房间, 然后打开电视, 显然对方没有进入卧室, 不然他现在不可能这么安全, 衣柜里还存在的那一件衣服就是最好的作证, 但是如果他猜的没错, 真的有东西进入这个房间里了, 那更重要的问题就来了, 那个东西现在还在他的房间吗? 一想到这个问题, 苏荣的浑身立刻冒起了冷汗, 没有声张, 他先去了厕所一趟, 随后目录惊讶, 厕所镜子上的布竟然消失了, 完蛋, 又违反了一条规则, 他迅速脱掉开山照在镜子前面, 随后转身想要往外走, 刚一转身, 身后原本的门突然消失了, 厕所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 把他整个人关在了里面, 苏荣叹了口气, 他镇定下来, 看着面前被开山照住的镜子, 很显然, 他现在落到这样的险地, 是因为在晚上的时候, 有人把镜子上的布接了下来, 以至于他违反了规则, 给了诡异可乘之机, 但是目前来看, 诡异的伎量无非就是把他困在这一方小天地, 如果他找不到出去的方法, 大概会被困死在里面, 想明白之后, 苏荣环顾四周, 厕所里空荡荡的, 不知道哪来的水声, 一滴一滴地发出滴答的声音, 好像敲在人心上一样, 整体格局没怎么变化, 原本的东西该放在哪还是放在哪, 唯一的变化在于这面镜子, 关键点看起来也是他, 但苏荣并没有把自己照上去的开山摘下来, 也没有试图打碎这面镜子, 这种陷阱太幼稚了, 他都懒得嘲笑, 直接忽略了那面镜子, 苏荣走向洗漱台, 滴头查看上面的东西, 牙膏, 牙刷, 洗面奶, 这些都没问题, 水龙头也没问题, 那么滴水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 他若有所感地抬起头, 突然发现天花板的缝隙处正在往下滴水, 那水滴是血红色的, 还带着几分粘稠, 而血滴下落的地方, 分明正在马桶里面, 他走过去滴头一看, 马桶里的水一派清明, 甚至可以倒映出他的影响, 鲜红的血滴滴进清水里, 没有染上半分颜色, 他有些奇怪, 抬头往上看, 血滴的确是红色的, 而且流速越来越快, 从刚才一滴一滴地往外渗, 现在已经快要连成线了, 近处看不出什么问题, 苏龙想要再从远处看看, 刚一转头, 他就感觉腿一软, 差点跪坐在地, 亮呛了一下, 扶住旁边挂毛巾的栏杆, 他眼中惊疑不定, 怎么回事, 自己怎么突然感觉头晕目眩, 浑身无力, 虽然只是很轻微的感觉, 但在规则怪谈中, 任何不适都不应该被忽视, 苏龙缓了一会儿, 然而不适的感觉并没有消失, 反而愈演愈烈, 浑身发冷, 手脚发麻, 这种感觉, 他墨地抬头, 死死地盯着天花板流速越来越快的鲜血, 那是他的血, 看过那么多案件, 苏龙自然受过很多次伤, 对失血过多的感受再清楚不过了, 他现在的不适, 很明显是来自于失血过多, 他身上没有伤口, 那流失的血液到哪去了, 很显然, 就在头顶, 这个地方竟然可以平白洗手他的血液, 人体失血量在一次性达到1200毫升以上, 即出血量达到人体总量的20左右, 便会出现失血型休克的症状, 而按照现在天花板上血液越来越快的流速, 不出五分钟, 他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亡, 苏龙脸色惨白, 靠在墙上, 静静地观察四周, 他向来是越在危机关头, 就越冷静的类型, 此时半点没有因为自己只剩下五分钟到寿命而感到恐惧, 头脑清醒, 快速思考, 加上自己之前在这里浪费的时间, 一共也不过五分钟而已, 换句话说就是, 这个地方只给调查员十分钟到破题时间, 十分钟一到, 调查员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亡, 甚至其实用不了十分钟, 大概在八分钟的时候, 他就会因为失血过多昏迷过去, 如此短暂的破题时间, 只能证明这个谜题的答案并不困难, 甚至想要破题十分容易, 厕所里为二的诡异点在镜子和马桶, 镜子那边被罩着, 苏蓉是不会贸然把它揭开的, 规则里说过, 在不用厕所的时候必须把它罩着, 现在他的行为并不是在使用厕所, 掀开罩子只能火上浇油, 如果隔着罩子砸碎镜子呢, 这听上去是个好主意, 但实话说,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应该都不会这么做, 用罩子罩住镜子, 显然是因为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砸碎镜子可能会把那里面的东西一起消灭, 但也很有可能把里面的东西放出来, 如果是后者, 那砸镜子的动作就是自寻死路, 况且仔细想想, 如果砸碎镜子真的有用, 物业为什么不直接帮忙砸了, 反而只是把镜子留在厕所, 叮嘱居民用不罩着, 原因只能是这玩意不能砸, 既然不是镜子那边的问题, 就只能是马桶这边的问题了, 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点是, 血液掉进马桶里为什么没有染上颜色, 苏蓉伸手接住自己掉下来的血液, 刚才他不知道这种液体是什么, 所以没敢碰, 但是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是自己的东西, 自然就不怕了, 血液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 掉在手上的触感是苏蓉熟悉的那种, 换句话来说, 就是问题也不在血液上, 那就应该是马桶里的水有问题, 看着清澈见底的一小滩水中, 自己的倒影, 苏蓉心念一动, 直接盖上了马桶盖, 在马桶盖彻底合上, 那滩水完全被遮住的一瞬间, 周围的空间一阵扭曲, 苏蓉脑袋一昏, 用力摇摇头, 再一睁眼, 天花板上的血液消失不见, 刚才他之所以选择把马桶盖盖上, 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 马桶里的可能不是水, 而是另一面镜子, 往普通的水里滴入大量血液, 是一定会变红的, 但镜子不会, 尤其是里面别有冻天的镜子, 而把马桶盖盖上, 就相当于把镜子罩住, 它自然也就安全了, 失血过多的代价是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虽然通关了, 但是刚才流失的血液也并没有给他补回来, 苏蓉疲惫地躺在沙发上, 闭眼休息, 同时在心里思考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 现在的时间是九点多, 别看他只是在厕所里待了十分钟, 但外面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不一样的时间流速让他浪费了大量时间,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上午他可能都没有机会外出探索了, 足足休息了一个小时, 苏蓉才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了一点, 他站起身, 往厨房走去, 这个房间还有厨房没有检查, 如果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绝对不能让那东西留到晚上, 走到冰箱门口, 苏蓉刚要靠近, 就感受到小拇指刺痛了一下, 他低头一看, 那根小拇指正是带着警醒之戒的, 显然, 他如果现在过去, 大概率会受到精神攻击, 所以警醒之戒才会提醒他, 这下不用看冰箱里面有没有东西了, 能出现精神攻击, 肯定是里面多了点不该有的东西, 毕竟原本的冰箱是空空如也的, 肯定不会出问题, 居家行为指南, 李明确地说过, 如果里面多了你不认识的东西, 请把它放在物资包里, 也算等拿完物资包之后再进来, 把东西直接闭眼, 装进物资包里, 重新回到客厅, 苏蓉的目光落在了黑猫玩偶身上, 他现在不能确定, 自己到底有没有受到污染, 自然也没法判断这玩偶到底变没变, 不过这一点并不难判断, 苏蓉慢悠悠地过去, 给物业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来换玩偶, 如果对方拿来的是山羊玩偶, 那就证明他的确受到污染了, 反之则是他没事, 等等, 他的狐狸玩偶呢, 却只剩下黑猫了, 翻找了一遍, 确定那玩偶真的消失了之后, 苏蓉坐在沙发上, 重新思考, 今天一大早, 家里的变化不可谓不大, 电视机顶盒热着, 冰箱里多了东西, 昨天买的玩偶消失, 假如这些事情都有关联, 那么按照逻辑老推测, 关联应该是外面的东西进来, 开电视, 去厨房往冰箱里塞了东西, 最后不知所踪, 先从猫眼往外看, 外面没有一个人, 苏蓉这才打开门, 把门口的物资包拿了进来, 物资包和昨天一样, 还是白色的, 这让他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这一个上午发生的倒霉是太多了, 要是物资包也变了颜色, 他真的会感觉心里焦脆的, 和昨天一样, 物资包里还是一些食物和水, 还有和昨天一样的小铁盒, 在昨天的小铁盒上, 苏蓉特意在角落里用卧室的笔做了记号, 而现在, 铁盒上的记号消失了, 他们换了一个新的铁盒, 原来的胶囊表面很光滑, 而这个新的胶囊上面, 却有一点非常不起眼的纹路, 如果不是有心仔细观察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 胶囊换款式了, 为什么, 是有什么新功能, 亦或者是昨天的进阶版, 不过有这种药片在这个规则怪谈, 苏蓉突然意识到, 会不会这个小区也有三号研究所的影子, 昨天他看到了滴答集团, 今天又怀疑有三号研究所, 那苏蓉就不得不顺带怀疑一下就是支持, 是否也参与其中了, 他没有动这个胶囊, 把他重新放回铁盒中, 顺便再一次在铁盒上做了标记, 吃了之后会换新的铁盒新的药, 那如果不吃呢, 是不是会原封不动地送还回来, 咚咚咚, 正在苏蓉思考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他从猫眼看了一眼, 确定是昨天来的那个物业之后, 这才打开门, 物业手里抱着一只黑猫玩偶, 在看到苏蓉的时候, 大概是被他苍白的脸色吓了一下, 瞪大眼睛, 随后才装作自然地说道, 业主您好, 这是您需要的玩偶, 对他而言, 这些新来的居民出问题, 真是在正常不过了, 只不过大部分新的居民, 没过多久就销声匿迹了, 像这样虚弱, 但是没消失的, 倒是很少见, 不过无论是哪种, 他只需要完成自己, 作为物业的任务就行了, 众所周知, 在怪谈世界, 多是等同于找死, 在看到玩偶还是黑猫样式的时候, 苏蓉就知道自己没有受到污染, 他摇摇头, 带着欠一道, 道歉, 我好像记错了, 我房间里就是这种玩偶, 女生愣了一下, 随后理解的点点头, 没事, 显然他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操作, 麻烦您了, 真是对不起, 苏蓉又道歉了几次欠, 才把对方送走, 回到房间后, 他先把物资包里的全部倒出来, 然后去了厨房, 闭着眼打开冰箱门, 平住呼吸, 在里面摸索了一下, 然后将里面盘子样式的东西, 直接倒进空的物资包里, 又摸了几遍, 确定冰箱里没东西之后, 他才睁开眼睛, 这回果然没问题, 苏蓉带着空的物资包回到客厅, 想了想之后, 把他放到靠门的地方, 等晚上的时候, 再连同其他垃圾一起扔出去, 做完这一切之后, 苏蓉的肚子已经开始咕咕直叫了, 从今天早上八点开始, 他就一直因为各种事情而忙碌, 只要现在十点多了, 也没吃上饭, 再加上刚才失血过多, 带来的虚弱感, 苏蓉感觉他就要晕过去了, 送这么多食材, 不如送个自热火锅, 这边物业也没想过, 万一调查员不会做饭, 可怎么办, 苏蓉承认他, 就是因为心情不好, 已经开始瞎吐槽了, 强撑着疲惫的身体, 苏蓉带着被盗出来的那些菜, 挪动着沉重的步伐来到厨房, 开火扇锅, 力索地给自己做了个蛋炒饭, 做饭这件事情苏蓉自然是会的, 但他做的味道实话说也就一般, 在苏蓉认识的人中, 最会做饭的是白脸, 这家伙做饭是真有一手, 苏蓉觉得他不当律师, 也可以考虑去当个厨子, 他个人愿意出月薪十万雇佣他, 做完蛋炒饭, 扒拉了两口填了下肚子, 他又接着给自己做了一个菠菜炒猪肉, 这两个都是能养血的食材, 况且有荤有素才能更好地补充体力, 在规则怪谈里没法吃得太好, 但也不能亏待了自己, 吃完饭, 苏蓉整个人感觉好受了不少, 不是出门探索, 而是用自己之前新得到, 但是一直没机会用的新能力卡漏, 死亡视角, 这是当时自己在完成 低搭集团的卧底任务之后 得到的特殊能力, 可以挑选一个死者, 看到他生前最后五分钟的第一视角, 但这个能力在没有使用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特殊作用, 就是可以检测这个规则, 怪谈里有没有死人, 死了几个人, 这是苏蓉在得到这个能力之后, 思考了良久才想出的新用法, 现在正好试一下能不能用, 简单感受了一下死亡视角, 死亡视角的窥探中, 仅仅是昨天一天, 这个规则怪谈里就死了足足四个人, 一共12个人的规则怪谈, 昨天死了三分之一, 要知道第一天永远是最轻松的, 就例如苏蓉昨天在健身区遇到的诡异, 但凡不是第一天, 他绝对跑不过对方, 还有楼梯里的那个诡异, 如果是第二天的话, 他也大概率会和他撞个正着, 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天竟然死了四个人, 这着实是有些超乎苏蓉预料了, 死亡率的增加, 绝对和原住民脱不了干系, 也不知道他昨天见到的那五个人, 现在死了几个, 死亡视角选择观看对象有三个方法, 一是在脑海中确定对方的样貌, 二是接触到尸体, 三是随机选一个, 这个功能也同样可以用来确认某人是否死亡, 因为对方一旦死亡, 他就会因为发动了能力, 进入对方的死亡视角, 但也因为如此, 这样的卡伯只能用一次, 所以苏蓉目前并不打算用这个珍贵的能力, 检测那五个人中谁死掉了, 起码他得确认对方是在哪里死的, 再决定要对谁使用, 这个能力用得好, 至少能帮他规避一次死亡风险, 伸了个懒腰, 苏蓉下床整理了一下自己, 顺便调整表情, 然后拉开门, 走了出去, 刚走出门, 他就看到门口有人在走廊里, 好在他已经提前做好了表情管理, 不会露线, 那人好像在走廊里寻找着什么, 苏蓉觉得奇怪, 就大着胆子偷瞄了一眼, 突然觉得对方有点熟悉, 绝对是他之前见过的人, 想到同样让他感觉有点熟悉的小区名字, 苏蓉久违的记忆终于被唤醒了, 他瞪大眼睛, 思索片刻后叫出声, 小杨。